有人说赚钱能治愈一切的矫情 其实治愈矫情的不是赚钱 而是花钱 花钱去买幸福 莫言先生曾说过 钱不花就是一张纸 花了才是钱 花钱谁都会 但不是谁都会花钱 会花钱的人花钱买幸福 不会花钱的人花钱买烦恼 去年网上有一个很火的帖子 发帖的女孩因为一盘青菜 在帖子里手络自己的妈妈 很烦交纵矫情 结果惹怒网友 反被网友吐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发帖的博主一家三口外出旅行 由于景区的菜比往常要贵一些 妇女俩各自点了一份当地的特色菜 妈妈想要吃的青菜要六十块钱 妇女俩坚持认为吃青菜不划算 然后女儿却说妈妈点其他的 妈妈不堪 因为她觉得吃青菜会比较舒服 女儿就说没心情吃饭了 对妈妈说 随你吧 你点吧 我不管你了 爸爸也生气的不管妈妈了 最后妈妈还是妥协了 点了一份三十五块钱的雪菜肉丝面 妈妈吃面时眼睛都开始红了 女孩看到妈妈情绪不好 就安慰妈妈 去给妈妈点了青菜 但很显然 一家人都没有任何心情吃饭了 在帖子里女孩反复强调 不是不让妈妈点青菜 吃青菜就是不划算 字里行间一直透露着不耐烦 甚至在帖子里明确地说 如果我是男的 以后才不会找这样的老婆 旅行原本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全家旅行更多了一份温馨 吃什么玩什么 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 一家人在一起 开心的氛围 生活不是做生意 不需要试试计算 值不值 日子是在细水长流中 缓缓流淌着的幸福 不计较 不争对错 把钱花在开心的地方 享受眼前的愉悦和感动 就是最值得的事情 记得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 爱情如果可以解释 就不会有人那么痛苦了 幸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解释不了 算计不来 会花钱买幸福 就是一种才华 特别赞成蔡康永的一个观点 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什么用 花钱做一些无用之事 或是放松 或是兴趣 都更能让你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幸福 她曾在文章里写到 自己的成长经历 从小就看着爸妈 做一些无用事 花些无用的钱 爸买回家里一件又一件 动不动就摔破的 瓷器水晶 妈叫裁缝来家里良知 一件又一件 繁复的起跑 一桌又一桌 吃完就没有的大菜 一圈又一圈 堆倒又弃好的麻将 从来没有半个人会问 这有什么用 漂不漂亮 喜不喜欢 好不好吃 这些才是整天 会被问到的问题 漂不漂亮 喜不喜欢 好不好吃 这看似很感性的 判断标准 正是最真实的温度 当下这一刻的时光 简单的满足 就是幸福 也许 正是少了 有用这两个字的束缚 才刚用个性里 多了一份通透 和取悦自己的高情商 成年人每天 都在和生活短兵相接 每天被KPI 业绩 效率 能力等等 这些可量化的 有用的东西充斥着 压力 委屈 焦虑 席卷而来的时候 有些话 无人可说 无处可诉 有些情绪 只能靠自我消化 花钱去买幸福 不是毫无理智地去消费 去挥霍 也不是毫无节制地 满足欲望和虚荣心 而是 不亏待自己 不为难自己 层上传属说 没有小确幸的人生 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 而自愈 拥抱小确幸的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做些小事 放空自己 暂时抽离 吃一顿好吃的 然后让自己的心 暖起来 买一束花 换一个发型 改变一下心情 看一场电影 话剧 演唱会 精彩一点 在灰暗时刻 给自己第三空间 给自己 安慰的力量 做些微小的事情 治愈自己 在小确幸中 坚定地 走下去 有人说 花钱买幸福 幸福前提一定要 有钱 到底多有钱 才算有幸福的资本呢 没人能说得清 道得明 但唯一确定的是 人生最经不起等待 把一切幸福的前提 设置在有钱上 等我有钱 也就意味着 错过和遗憾 等有钱 就环游世界 说走就走 有了钱 却没了旅行的时间 和力气 等有钱 就无微不至地 照顾好老人 不曾想 越过山丘 早已无人等候 等有钱 就过高品质的生活 事实上 年龄越大 越不敢享受生活 还有一种遗憾就是 十有九倍的感情 所谓 错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从后来的我们 到前任三 只讲了一个故事 也讲了很多人的 傻事 男孩女孩 相近于威时 彼此依靠 无言付出 甘之如意 女孩陪着男孩长大 只想要 有人相伴的家 男孩 不想女孩 一直跟自己受苦 还想抓住 更多的物质 换 更牢固的幸福 结果 难强一撞 故事 还是无疾而终 一个 以为不会走 一个以为 会挽留 后来的我们 有了一切 却没了我们 我最大的遗憾 是你的遗憾 与我有关 很多人会去责贵时间 因为 自己在错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其实 哪有所谓 错的时间呢 他们逃避的只是 不懂得把握的自己 花钱去买幸福 不是用物质 交换感情 而是要把 平淡的日子 过得有温度 学会给自己和爱人 更细腻的爱 因为 真正靠近的心 和出手可及的幸福 不需要花重金去买 只需要 花一点心思 去宠 去呵护 去在意 生活不是做饭 不需要等万事俱备 才下锅 很多事 没有来日方长 抓住现在 才可能谈未来 人生的刚刚好 太少了 遇见 意识不已 更何谈 一切 都准备好 一切的刚刚好 其实都是 有意为之 愿你 也懂得花钱 买刚刚好的幸福 画上精致的妆 刚刚好够美 去遇见 想要遇见的 一切美好 锻炼健康的身体 刚刚好够强 去拥抱和体验 没有做过的事情 调整自己的心态 刚刚好够稳 去走好余生 步步坚定 步步划开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 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能真的理解你啊 觉得是为你奉长作戏 我一直都会期待 句话强大都忘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